重現香港希望,由每個家庭做起 熱血親子團,逢星期日晚7點 有水媽,James,陳道 自己子女,自己救 回到第二節,第395集熱血親子團的第二節 我們繼續有Person和Simon和我們聊天 接下來,又是升小學的時候 我補充一點,Simon除了研究 升小一的購門或插班之外 他對升中也有研究 因為你的小朋友也升中 對,有一個已經升了 下次有機會再約Simon上來 就說聲中,好嗎? 我上來聽,可以嗎? 當然可以,十分歡迎 你看看我們多自由,多自由 你呼吸我們自由的空氣 好了,如果我們出去做講座的話 我們要戴著口罩說話 就說到氣來氣喘了 所以我們在這裡很自由的空氣 好了,我們剛才Person差一點 其實都是講一些選校的心得 是嗎? 可以交給你 剛才說的,其實最主要就是想 為什麼用那麼多時間去講 剛才那些事情 就是希望大家各位家長 不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聲中排位表現 因為其實這件事不斷在變 甚至其實中學的Bending也在變 因為學生已經不同了 洗牌了 是的,洗牌了 接下來那個牌怎麼洗法 其實走勢應該會 清衣區會越整越平均 但是其他區會不會有這樣的情況呢 都未必的 就像Simon所說的 可能會 有些區的difference會很大 但是就說 清衣區看到是越來越平均的 好了,我現在針對於清衣區 或者其實 其實都不可以說針對清衣區 其實 就算不是清衣區也好 我也希望各位家長 可以參考一下我跟著那個 選擇學校選校的方向應該是怎樣 第一點,因為很重要 這是很重要的 就是根據你的小朋友 小朋友本身的特質 是首選來的 其實每個小朋友都會不同的 你要根據他的特質 去幫他選一間 他適合的學校 而不是理想他讀哪間學校 嗯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因為理想去讀哪間學校 如果你選了一間 不適合他的學校 他會讀得很辛苦之餘 會影響到他的學習興趣 其實 這件事是最重要的 那要看回小朋友究竟是 他是比較好動一些 但是比較靜態一些 那香港暫時來說 其實我們主流來說 都是以學術為主 但是就算是以學術為主 也好 那都是 會是 有些比較的活動教會 會比較多一些 那如果你的小朋友 比較好動的 那你可以不妨去留意一些 有活動教會比較多一些的學校 但是如果小朋友相對來說 比較文靜一些 那你可以選一些 相對來說 比較傳統一些的教學方法 嗯 還有呢 我之前有聽過他朋友說 他小朋友的情況 原來小朋友的性格 外向內向都會影響 所以如果那間學校是很活動教學的 但是原來 如果小朋友是比較內向一些 原來就未必那麼適合 那麼需要去主動去做事 那些活動教學的學校 其實簡單來說 你將一條鹹水魚 丟到淡水那裏 你將一條淡水魚丟到淡水那裏 結果會是怎樣 嗯 其實是一樣的 那接下來你會留意一下 其實現在其實 就算傳統學校也好 他們都開始會多了一些 叫OLE Hard learning experience 就是一些 其他學習 經歷 也是計分的 就是課學活動 簡簡單說我們以前的 或者是outting 還有一些叫做 Learning by doing的 就是一些學習活動 或者做義工也有分的 是的 你留意一下 本身你自己 例如refer的一件事 你小朋友也都 and enjoy一件事 其實很重要的 那接著就好了 首先以你小朋友的特質 然後留意一下 留意一下家課政策 有沒有家課政策呢 因為有些學校 就一直都不公佈 對外不公佈的 很有趣的 很多學校其實都 其實是比較多學校 對內公佈的 對外就不公佈的 那你要留意一下 這件事 家課政策 其實主要是說 家學校 會不會說 他們每課只會派幾樣功課 或者每日只會有幾樣功課 或者每星期幾樣功課 那些功課是 一份功課很多頁 還是一份功課只有一兩頁 都是有差別的 是的 有些會寫得很清晰 有些都會寫得很含糊 好老實講 寫了未必做到 但起碼你會有個底 即他怎樣 即到真的你發覺 誒課不對版 你都還可以有個 有個階段 去跟學校談 其實沒有意思是挑戰 對嗎 跟學校談 老師們都很講道理 沒錯 或者去簡介會的時候 可以問校長 我也去過簡介會 有校長會說 主動說 那個校長就說 最少一個半小時 每人做最少一個半小時 有些學校不是以幾份功課來計 而是以做功課的時數來計 但是我發現 其實每個小朋友資質不同 做功課的時間 都會有長短 可以差很遠 是的 然後 我自己 我不知道其他學校 會不會在乎這件事 但是我自己很在乎 究竟是否普教宗 嗯 十分在乎 是的 其實這件事 真的要留意 我為何會這麼強短 首先 我經常都跟人說一件事 什麼叫普教宗 普教宗 因為用普通話教中文 教的是中文 不是普通話 嗯 其實所有普教宗的小學都好 他都會有普通話課 是的 即他004有一課 普通話一課 他不是 即不是 就算是月教宗的小學 他一樣會教普通話 嗯 真正教普通話的是普通話課 而不是普教宗的課 甚至是英文小學都有普通話課 嗯 沒錯 那變成就是一件事 就是說 當一間學校如果行實行普教宗的時候 而你小朋友的普通話課 你的可能力不足 不足的話 會影響到他學中文 嗯 的情況 是的 而不是用普通話的情況 你明白嗎 是的 所以就是說 如果你跟我一樣是關心這件事 是關心這件事 這件事你一定要了解 究竟香港學校是不是普教宗 普教宗 普教宗其實他都有很多不同的普教宗方法 有些可能是局部普教宗 有些是全部普教宗 有些可能你一進去就是普教宗 有些可能是 進去頭一年小一是月教 然後又普教 然後過了兩三年之後 即三四年級之後又是 又轉到月月 又普教 然後二三四 因為很低能的 有些學校就是為了懲婚史 所以他們考好一點 所以四年級之後又轉回廣東話教 沒錯 所以 搞到混亂了 什麼都有 有些是 一二三年級是廣東話 四五六就是普通話 有些可能 有些就是反過來 通常都是五六年級 就轉回廣東話 然後因為轉得很搞笑 那你真的要這些可能 要打電話問或者選教會 現在已經過了 如果你是K2 你還有機會去選教會 真的要舉手問的 問你們學校裏面 普教宗的情況 有些可能是 一級裏面 有兩班普通話 兩班廣東話的 但是怎樣可以 有沒有選擇 什麼語言教呢 是老師派 還是家長有得選擇呢 這些都要舉手問的 是的 所以這件事 我就會很關心 這件事 這件事 接著下一件事 是測考默評的政策 我為什麼要 講清楚測考默評呢 其實呢 到今時今日 其實測考默評 其實是同一件事 有些學校 就沒有考試 就告訴人 我們學校 就沒有考試 不過有四次評估 要評估 也是那份卷 其實都是一種 一種考核的方法 就是所以 這份卷都一樣 測考評 沒有那麼默 其實某程度都是 因為學校有默書考試 是的 有默書考試 有些學校的評估 可能就是 例如 叫學生去做一件事 做不做得完成 都可能算下一個分 可能就會幫你拉高 你成績表的分 如果小朋友去 做Paper方面 不是那麼在行的話 那可能就在其他的 評估 其他方法的評估 是的 那裏拉一些分 所以你看到 我參考默評的政策 下面就會分開次數 範圍 以及形式 因為今時今日 其實不是所有學校 都是這樣坐在桌子 對著份卷 來做這件事 其實都 會多元化 會多元化 所以 但是有機會 在其他地方拉分 是 次數 次數 這個其實都很重要 因為 相對來說 我經常都跟一些人說 為何那套後會 經常都說教不及 嗯 大哥 你三天一小 三天一小測 兩個星期一大測 那你都用了課堂時間 出去考試測 而不是輸 那你做哪有時間教書 嗯 對不對 你看看 其實這個 評估也好 總之那個考核是需要的 但是是不是有需要這麼密 密到連把所有時間都放進去做這件事 嗯 搞到你教書教不及 所以其實就是 次數那方面你要問清楚 不只是問那些所謂的大考啊 大測啊 問那些小測 哦 還有密書的密度都很重要啊 是 沒錯 有些是一個月裡面就差不多就 八次 八次 我聽過八次 即是中英文加上八次 是的 即是一個星期一次 是的 那你有沒有這麼多東西密 不知道 然後還要數學 還要每個星期小測 是的 基本上你的小朋友是長期處於戰鬥狀態的 告訴你 嗯 很可怕 就是你 其實 其實我都說 你做一個大人 你試試你老闆 每個星期都要做一次測試 都要測試 每個星期 每個星期 你會有什麼感覺 是的 好了 然後呢 那好了 這個就是 TSA 即是2016年之後 TSA那個 即是才會有的 要留意就是 TSA的取態 究竟小學 因為現在 教育局就是這樣 你可以全級考 可以 局部考 但是全級校就會說 會送個 什麼 報告 那個報告給你 不過10月之後 10月之後才會給你 不好意思 即是到下個學年才會給你 是的 10月之後才會給你 不知道用來做什麼 但是學校也覺得有用 是的 學校也覺得有用 那你要看看 究竟 這間學校的取態是怎樣 好了 即是有些學校 它會是全級考的 它會是全級考的 但是 它有沒有可以讓你選擇 全級考之後 嗯 是的 即是你這件事 我覺得要了解一下 因為暫時來說 有些學校還會每年出通告 諮詢家長的意見 有些學校就 我說怎樣就怎樣 我說全級就全級 而有些學校就自己選擇了 只有10%考的 這個真的要問回學校的取態 或者問回 看看怎樣說 你要直接問那個校長 通常一遇到這些敏感話題 因為TSA對他們來說 都是敏感話題 會不會得罪教育局 看看 他們會和你油花園這樣回答 通常 我也試過的 他們會油花園然後 最終都是回答你 他們都是要考的 都會的 那你怎樣都要問一下 因為有些學校 他們說 考還考 不會特意去操 那有些學校 真的那個學校 講得出做得到 其實現在不是特意去操 因為平時的功課 已經是那個形式 其實現在大部分學校的考試 那份卷 考試評估那份卷 其實已經是TSA那份卷 那個形式 那個考試形式 是一模一樣的 已經融合了下去 但是 很搞笑的 我有聽過朋友說 他學校的情況 說他女兒的情況 他說那10% 考考的話 那是否Random 其實不一定是Random 抽10%學生 是可以老師自己選 真的嗎 我真的不知道 是 那這些就是 那些是Random 那份指引沒有寫明 是隨機抽10% 你找到那個人數的學生 不是 是說是隨機 當然 他沒有寫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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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那個學校怎麼真的 那份指引 因為那份指引 我是拆過做過一集節目 他沒有寫隨機 但應該是教育局 他會 其實本身每個學生 有個學生編號 是啊 是中生號碼 是啊 他應該是每個學校 可能Random 那些學生編號 那些學生編號 就叫那10%去考 即是教育局選 不是學校選 是嗎 因為為什麼這樣說呢 他那個 英文不是有個TSA 是Aural卷的 是啊 Aural卷其實 不用全部考的 是 那Aural卷 即使那間學校是選全級考TSA 都是10% 那但是Aural 英文Aural卷 都是10%學生考的 是啊 那我朋友的女兒 就英文比較厲害 老師就叫他去考 是嗎 是啊 不過不用 以我所知 現在九成以上的學校 都是全級考的 是嗎 是 全級考都不重要 其實他有沒有可以讓你選擇 才是重要 我覺得 我自己小朋友的學校 他是全級考的 但是他現在被你選擇不考 就是 他 怎樣認識不考化 你那天 你自己請假的 不用 假都不用請 在通告寫了我不考 就是他出了通告 你可以選擇考與不考 就是告訴他 現在我學校就全級考 但是你還可以選擇考與不考 考與不考 不考的話 考試的時候去圖書館 就是這樣 嗯 其實呢 早幾年 因為這個TSA風波 不是有一年停考嗎 一年那麼大 各自了一年 對 新政策之後 就說給小學去選擇 是啊 你可以選抽10%考 或者是選全級考 全級考就有一個報告給你 初初第一年其實真的 都幾多學校是選抽考的 不是全校 但是搞搞一下 這個教育局 他們很喜歡那份報告 是呀 那些教育 風波就停了 那些小學 那些家長呢 就已經 因為太多社會事件發生 那些家長呢 要麼就掛著 掛著 其他東西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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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沒有想 總整個Focus 因為就 因為就去了 那去年就是出來行示威呀 抗爭呀 那今年就是防疫呀 那些家長其實對於學校的事情 就是網上生源就算數啦 其實第二年 就是新證實出來第二年 已經大部分學校 以我所知 沒有個教育局 沒有正式公佈是幾多成學校 但是房間有些人去做個調查 基本上是八成幾九成以上 都是全校 那雲西學校那裡算幸運 所以教育局其實是這些 就是出這些政策的時候 一出我已經在其他平台平的話 那些細節 那些魔鬼就是細節 那些細節 就是教育局全勝 其實根本的那個賬 如果你有反一些SA 那些賬是輸了的 嗯 是呀 因為他一說 比你10%考中學校有得選的話 那大家都會覺得 哦 那我不一定是那10%的 那我可能是其餘不用考那些 那就變得很多人覺得這件事不關自己的事 因為那些學校好像你說 學校就想拿個報告 就算那個校長不拿 那些校董會都會問 是 我想知道我們學校每個月 跟學校長開會 我們為什麼不拿個報告啊 我們學校的水平跟其他學校 那怎麼比啊 就是慢慢搞一下 唉不要煩了 全部都全級考 所以現在你應該大部分都是全國學校 因為那個報告最獨立的地方 就是它是有個全 全港水平的指標線 嗯 某程度上它就是用全港水平的指標線去評理學校 那麼 唉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好了 然後 繼續 繼續 因為時間 我自己減太多時間 好了 不過看課程 有些課程設計 就是 很老實講一句 真的 真的 有些學校他們會怎樣呢 他們會跳過了開頭 就是小一 尤其是升小一歌 其實我可以告訴你 小一頭半年是非常之重要 嗯 嗯 你的學校如果一開始 就跳過了小一應該要做的事的時候 你的小朋友出來講 就算他搞什麼適應班 學程其實都沒有意思 嗯 嗯 有些是 甚至乎我聽過有些學校是什麼呢 是 暑假頭已經派定 派定的 上冊書給你 接著跟家長說 你學校教 你先教他 我們一回來就教下冊 嗯 那些是很 超級一線的 那些是 他覺得自己是超級一線 他覺得自己是 其實 其實 我可以告訴你 就是很老實講一件事情就是 其實不只是教書 小學一年班上 就是上學期其實不只是教書 還要教很多 一些書本而外的東西 第一他要適應學校 第二就是說 最基本的 比如說 社交 社交 還有中英文 就是學術上 他真的會由最淺的地方教 比如說中文 由一個字形去教 嗯 正式其實是這個教育局的指引 是 但是很多學校跳過了 是 變成出現了這樣的情況 就是 我跟三位都經常說 現在的中文是不行的 因為現在的小吉是 小吉是 不知道他們 假設你K3全學了 那 二字文 AB 其實 香港是可以不讀幼稚園的 是的 教育局的課程指引是 你小學由ABC 不是迫逼教育 小學應該由ABC學起的 但是現在還有多少間學校呢 我兒子那時候真的用ABC學起的 我當年 不過去那個學校現在 講講十幾年 講幾年前 七八年前 七八年前還有這支歌仔唱 不過後來就會跳得快了 現在都沒有理會 即是你應該在K3學完一年級的東西 其實現在是的 現在K3是很多時候 其實現在在學一年級的東西 但是 相對來說 你始終未到那個年紀去學那個東西 其實吸收那個速度很慢 坦白說 而且從來都不是說小孩能否調整 問題是否應該調整的問題 你去到那個年紀 你就自然就學到那樣東西 你調整到K3學到二年級的東西 你強調整的問題 問題是否應該調整的問題 有些家長覺得應該調整 因為他覺得他的小孩是特別的 是的 其實我覺得都不是調整的問題 教育方法錯了 其實你真的可以有成效 但是又會令到整件事開心很多 那些學生都學得愉快很多 是有愉快學習這件事的 不過 那些人就說 哎 講什麼愉快學習 你愉快就沒有成績 要有成績就不會愉快 有很多這樣的批評 其實 教育方法錯了 不是不行的 所以 另外一個項目 所以課程方面 你們真的要留意 究竟他是不是真的有錢入心 還是說一開始就跳了 其實真的 我再說一次 小學一年級 頭上學期 是很重要 對於小朋友來說 那接下來 好了 講了這麼多 剛才講了上面那堆 你怎樣了解方法 你要怎樣了解呢 第一 上去學校網站去看 這件事一定是必須的 因為學校網站 你未必看到很多東西 但是 最少一件事 你要看到學校 他是什麼 什麼材料在裡面 學校是否很喜歡 放一些照片出來 曬命的 是的 沒錯 你看看他平時喜歡 那些範疇的比賽 會展示什麼出來 是的 範疇什麼範疇的比賽 的獎項 這樣 那你會大約猜到 學校的什麼方向 是的 什麼方向 這件事情 你一定要看 一定要去了解 好了 接著 在網上 找一些學校 找學校的資訊 當然 不是在 學校的網站 已經 其實都是清衣家長搞出來的 其實他很辛苦 上面會有很多關於清衣區學校的資訊 甚至乎是做了幾年一個功課壓力測試 那個問卷也有的 大家可以上去看看 好了 在選擇方面你想再拿多些資料 其實這個網站我看了很多年 這個叫Schoolland 這個網站相對於說他的資料比較忠性 他就不會用一些偏坦的方法去講學校 他做了第三者就把資訊告訴他 相對於是比較持平 好了 然後網上你可以做一些事情去了解學校 然後直接打電話去問 其實 我當年我小朋友生小的時候 我真的 清衣其實不是很多學校 現在只有十三間 十三間 打完都是十三間的 嗯 他基本上你通過打電話的這個做法 你可以了解幾件事 第一,家學校的態度 有沒有禮貌 仲不仲是家長 仲不仲是家長 沒錯 這件事很基本 當然第一件事 你說 你說回覆你又不回覆那些 你告訴我認界 認界升少的家長 我想了解多些你的學校 其實今年打電話 是更加正常的 今年很多 很多那些簡介會 那些全部都取消了 對不對 是啊 那我用什麼方法去了解你的學校 那我直接打電話去問你 某程度上 我也是一個誠意 對不對 是啊 那為什麼就是 打電話去問學校 問回你想知道的事情 問回你想知道的事情 其實最好在你打電話之前 你自己作回 你自己作回幾個 有什麼問題 你會特別留意的 你問學校 那時候我特地開一本記事簿 就是每一頁 就是一兩頁 兩頁 課一間學校 不知那兩頁 就是我預計了 想問那間學校有什麼問題 我就寫定一些問題 那我就逐一題去答什麼 我就填什麼下去 那之後我就可以 找回一些資料 去比較一下不同的學校 看看哪一間 怎樣排名大抽象的表 那跟著 最後一件事 這件事其實是 做最 就是把所有 就是剛才我說的 你上網找資料 打電話 跟著 現在說的這件事 是擺到最後的 因為為什麼 這件事就是 問回現在 有讀 在那間學校 正在讀的 小朋友的家長的意見 為什麼會放到最後呢 因為人是很有趣的 賣花 通常都是賺花香的 哦 是的 不會說自己殺了 那間學校的 通常真的 十個八角都說 那間學校好 或者就算有 都可能是輕輕大過 是 所以 要問 要知道 因為其實 有些蛛絲馬跡 你都可以聽我出來的 還有有些事情 你問得實際些 譬如這樣 很簡單 怎樣 你小朋友 有些功課多不多 這樣 你不要這樣問 你這樣問 你這樣問人家 只有兩個答案 多不多 嗯 你小朋友有些功課 每天大概要做多久 嗯 就是 問一些實在一點的事情 嗯 就是多不多其實是沒有意思的 可能我覺得做三個小時才算多 三人覺得做半個小時才算多 嗯 那間 那間學校 就做兩個半小時就做完 做完的了 我就覺得 不要多而已 其實沒有意思的 所以問 就算你真的問 你也要問一些實在一點的問題 好了 其實 大概是這樣 但是今年 今年大家 如果是簡稱醫區的小學 就真的要留意這件事 是 留意有三點要留意的 第一 第一 國研瓦神父 紀念學校 大概在2024至2025年 就會由青衣 校舍由青衣搬到南昌站附近 哦 所以你在選校的時候 你自己要 首先要留意清楚 這方面的事情 你自己 就是要打算 接著 好了 人際醫院 趙聰學運小學 近來是比較多新聞的 那有什麼新聞呢 相對來說 都是一些負面新聞 還沒有很多 嗯 那是什麼負面新聞呢 各位家長 自己上網看 你自己上網看 你真的這件事 以身作則 作為家長自己身作則 那第三件事 比較 minor 這件事 東華三院 黃士忠小學 今年開始換了校長 哦 因為黃士忠 我聽你說過 他都挺開心的 之前黃校長在這裏 其實整間學校的氣氛 跟再之前的校長是不同的 嗯 那現在再換了新校長 其實我又不知道 因為 但是他 東華三院的時候 他換校長 他不是校長做錯了什麼 或者 他們那些內部正常的調值 是 他們正常調值 正常調值 是啊 那些大大的機構 通常是這樣的 幾年調一調 幾年調一調 是啊 所以其實不關校長的事 首先我要和黃校長澄清 亦都同意黃校長澄清 他們是 一向都是這樣的 是的 幾年轉了一次校長 所以你要留意現在學校的情況 或者真的 這件事真的你要去 多一點了解 是否和之前黃校長的情況一樣呢 好了 那我們Percy 就介紹青衣的學校 就是這樣 是啊 是啦 那給我幾個夾圖 還有幾個夾圖 還有幾個夾圖 這個青衣家長通訊裡面 那個青衣區的 Send支援 那條連結 你可以夾出去 那 然後 然後呢 快夾了 轉了 那接著就是這個 青衣家長通訊FB 對青衣區的小學的 普教中情況調查 嗯 好 對 好了 最後 那 Simon今集 都沒有怎麼發揮 不如你說回一點點 好啊 如果真的抽得很差的話 那扣門怎麼辦 好啊 那 如果真是 智恆又不行 大抽獎又抽到不喜歡 那怎麼辦 不要當世界末日 不要當世界末日 讀書是馬拉松 還有很多機會轉跑道 那麼其中呢 一個方法呢 就是扣門 另外呢 就是拆班 那 我先講扣門 要注意的地方 那 第一件事呢 呃 扣門呢 你們就不要 那麼想著 那個機會大先 我一定跟你家長說 哇 你想著 填表 又111 扣門 111 小學生是有幫助的 那首先講的是什麼叫111 就是說 你自行 那時候選 A學校 你大抽獎的時候 夾部又選A學校 夾一 月一 那時候月報 第一個又選A學校 那就叫111 我們簡稱 111就說 表達誠意 我很喜歡你這間學校 那你扣門的時候 就 有些學校必須 是的 看 那這件事呢 是有用的 不過那間學校不同 所以要問清楚 需要不需要 有些是不用的 但是我講回 為什麼扣門 大家不要經常想著 那麼大機會呢 因為其實扣門位很少 扣門位其實是什麼 其實就是留班位 嗯 就是教育局規定了 每級 每班可以留兩個位 給留班身 嗯 即是 1、2、3、4、5、6年級 都是這樣的 5、6年級 是比較少 但是基本上 那些學校 一連班不會留人 因為留了 少了 就算你考0分 就收少了 那些觀眾學校 不會 因為唯一的觀眾學校 就是扣門的時候 可以選別人 之前都不可以選別人 選一些讀書 所以 都會留下每班兩個 扣門位 給外面的人考 那就是說 譬如你這間學校 有五班的一連班 那你就有十個扣門位 有六班的一連班 十二個 就是這麼多 所以難聽的說 應該是給你那些 去 去 去 那個難度更高 是啊 那通常那些 那些區內越滿 那些 每個區都是 隨時都二三百人去扣門 嘩 那你就是 也是 十幾個 甚至二十個人 只差一個位 你二三百人去 做就這間小學 成為一線小學 那二個抽居屋 不要緊 但是還有一個問題 扣門 你說兩件事而已 第一就是講關係 第二就是講你的成績 考學術 但是K3有什麼成績可言呢 那關系呢 除非你認識校董 校董 校長 又或者你跟那個 辦學團體的極高層 有得推薦 譬如你認識聖書會的主教 有資訊報告那些 是的 要有關係的那些 不是你 雖然很有名 名人 但是跟那個辦學團體 沒有什麼關係 也未必有 是的 所以呢 其實當中也有幾個 是給了一些關係人士的 還有呢 給了一些 和有關係的幼稚園 譬如你 特別是一些教會 學校 特別是一些教會 學校 那你又容易扣 那你想到了 通常教會學校 就是 同一個教會 對 以我的經驗 你教會學校 特別多 那些 教會裡面的 那些長老的指責 會有那封 referral letter 入讀 是的 好了 七槌拍購之後 你真的拿出來 給外面的人 去考的 那有多少個呢 十個 可能已經在扣幾個 只剩下幾個 好了 那考什麼呢 很簡單的 購門就是考學術的 全部 大部分學校 都是看學術的 因為為什麼 那間學校 只有這個機會 去選人 幫助學校 第二次升中升得好 沒錯 那考學術的就是 中英授 所以如果你說 哦 我打算也預備 扣門 第一件事 就是 你的KV 最後一次考試 如果有考試的話 就考好一點 成績表漂亮一點 或者你也拿些學業獎 第二 就是 他一定會 給你捲或面試 那你就要 好像可以不時 會啊 可以不時 通常中英授 中英授 一定有 譬如中文 中文你多些去叛讀 他都是考認字和寫字 叛讀 當然是寫幼稚園 或少一程度的字 叛讀 但是看書 可能要讀一篇文章 你就要 每晚家長努力 夜晚和他叛讀書 故事書 英文就可能很簡單 又是問你幾句 用英文問他 是否懂得回答 或者是串一下字 認一下字 又是 叛讀 以及練習 全 簡單對答 數學呢 有些會考上KV的程度 有些會考上KV的程度 有些會考上少一程度 有些會考上少一程度 加數 加數可能 加數可能是兩個位的加數 這樣 乘數也應該不是 乘數沒那麼快 乘數一半是二年 是 所以 就是 叩門很簡單 大家就是 如果想要叩門 家長要努力一點 看看如何可以訓練 即是你叩門 你就預算在學術上 你一定要跟別人來考 你跟別人鬥學術 因為 講來講去 你叩門 你叩門 你就是 怎麼說呢 他就是用你這些叩門的學生 去令到他們的聲中派位 靚仔一點 靚仔一點 是 所以一定是找一些學術 比較好的 嗯 好了 如果你說叩門也不行 怎麼辦 怎麼辦 如果你真的覺得 你兒子和子女的潛質好 又想轉一些好成績 升中好的學校 那你就去插班 其實也很多人插班 現在插班也很普遍 那你說是否插班 那我的意見就是 如果你的小孩 真的在某一些學校 讀到最初幾個 那你便可以去 即是他變成這間學校的程度 可能對他來說太淺 那你便可以去一些深一點的學校 譬如在一些所謂的補校 即是 只有十幾個百分之一 你讓你的成績考得很好 那你都派不到心儀的學校 那你… 如果不是很心儀的學校 那便不值得 所以呢 插班也是一個考慮 那你變成 插班何時插班 那當然是二、三、四、五年級 都可以插班 但六年級就很少插班 尤其是觀衆校 因為五年級的修申程 即是成績程度 升中的成績程度 已經開始了 所以六年級就很少插班 有些私校或是私校會 觀衆學校就很少 很難插班 所以你要插 就二、三、四、五這四個機會 一路你說不行 我就照插 二年級不行就三 即是你喜歡那間學校的 插班又是… 插班又是考什麼呢 第一項要注意 插班你要留意每間學校 它就沒有統一的程序了 你要留意每間學校的公佈 譬如你想找ABC三間去插 譬如通常都是二、三、四月開始 就會網上公佈插班程序 一般 那一陣子就開始 每個月甚至每個星期 就插緊他們每個學校的網站 你去看 即是什麼時候報名 即是沒有人通知來的 有些又會正式填表 有些沒有要你寫信 所以你又要看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開始 有些會說 學校公佈也不公佈 如果有些學校 是有些學校也不會公佈的 但其實也會有些插班 你自己去寫信 自己去寫信給學校 有些直資學校是會這樣的 好了 你留意完考的日期 或報名的日期之後 也是 插班基本上 修身的標準也是一樣的 都是考學術的 都是考學術的 因為那些小學也是靠這樣 每年收五六個插班 五年收五六十個插班 你想想 收二十幾三十個插班 全部收得插班 都學術好 學術好 升中也會考得好 幫學校提升成績 所以 變了 如果你有心插班的時候 也是 譬如你二年級想插班 你覺得 我抽獎抽得不好 我不喜歡這間學校 或者小孩進去都是讀得不開心的 那你就 你就是 自己家長 努力一點 幫他們訓練學術好些 插班的成功機會大些 所以 派得不好不要緊 派得不好你還有機會扣門 扣門不好 其實也不要緊 扣門不好也不要緊 你還有機會插班 插班真的插不到 其實也不要緊 其實 真的 也許是青衣區 其他區 可能會有少許分別 每間學校都有學生升級 你真的如果這麼想 你的小孩升級 其實每間學校都有學生升級 為什麼不可以是你的小孩 是不是 好 今天節目時間 很長 我知道今天做了 不好意思 對不住 下一個節目索書號的主持 對不起 之後 下面其他節目也有一次 對不起 今天很感謝Persy和Simon 上來跟我們聊天 下次有機會再邀請你們 上來再聊天 好嗎 下次說聲鐘 好 好 遇過下個星期 本來我們今天Persy和Simon 講的事情 本來是一個講座 一個分享會 本來有些環節是我負責 分享的 由於那個講座取消了 之後我們就決定上來做節目講 我們分拆了做兩集 下一集就到我講 所以下一集都是講聲小的事情 就到我水媽講 今天很感謝Persy和Simon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